是 所以我預估了8月9月份外資會過頭來開始做大回復 所以昨天我們看看外資在期限貨都是同步走多 那8月收了月限美股是跌了4.4% 中國股市跌5% 財品在8月份大跌10.4% 中國股市還要跌超過一倍一張 因此9月份來講話在外資的部分勢必恢復 恢復的話指數的一個部分基本上仍然是一個總計落頭的一個總市內地 好我們先整點報時